哇 你們早上七點半吼 我再看看 聲量應該衝第一名了 我真的只想要問一句啊 可以這樣編劇的吼 大家一起問 可以這樣編劇的吼 然後今天他們找出17張單據說 沒有啦其實我們還有花1800萬 都沒補捏 我們柯文座很欠的 1700萬都沒補捏 好 那我就問你你是怎麼拔杖作品的 今天在柯文哲的記者會上 他指指兩個人是一個叫 一個是笨蛋一個是壞蛋對不對 李文中是笨蛋嘛 第二他們說有個壞蛋叫端木正對不對 說都是他造成的問題 如果柯文哲當時真的是副總統選上 真的分到這個單位了 他搞不好呢他的財政部長 會是李文中 他的主計總處長他要推薦這個端木正 不得了了 一個笨的一個壞的 然後呢 再給他用金管會來管銀行 就是這個 我要來幫台灣賺錢 這個五星銀 再加上NCC 大家都不要爆這件事情 你想想看 這是在平行的宇宙線當中 是不是毛骨悚然 今天柯文哲的這個slogan 新的我想好了 幫他想好了 他可以把他的 把國家還給你 下次改成 把單據還給你 柯文哲身陷甲帳爭議 來看看苗博亞深度剖析一下 扮演柯文哲一下 又化身柯媽下一秒 國昌老師上身 哇 沒有 早上七點半齁 再看看 聲量應該衝第一名了 哈哈哈哈 是這樣啦齁 這個木殼公司齁 我們開這公司齁 其實也是為了齁 要處理齁 這個 木款商品 跟那個北茂工廠跟小英商店一樣 噢 這個不是我掰的 她真的這樣講 OK 這個木殼公關 可能 木殼公關 因為公司太多了 所以我現在 我們podcast要讓大家記得 不容易 但是我努力齁 首先第一家公司叫木殼公關 這個木殼公關 它厲害啦 首先呢第一個 他是一个与柯文哲非常近的公司 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承包了柯文哲很多生意 我们先讲生意的部分 根据这个总统大选政治献金的资料里面 柯文哲的政治献金总共前前后后给了这个木可公关将近4000万 将近4000万 所以这算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包商 那照理来讲选举有宣传的包商很正常 大家都会有 尤其是选总统 我相信侯友宜跟赖清德总统一定也都会有 可是不寻常的是什么呢 不寻常的是第一你给他4000万 但是好像也没看到他帮你打多少广告 这是就是你付了货款 东西在哪里 这个是一个谜 但没关系 有些人就是喜欢买贵 这个我们也尊重 不够贵的不买 对有些人是这样 但是比较让人觉得打问号的是 为什么这一间拿了4000万的木可公司跟柯P这么近 首先由哪里近呢 第一位置近 对 柯文哲的党在三楼 木可公关在二楼 就在一层楼 你说不能楼上楼下吗 抱歉 第二个近 人的接近 这个木可公关的公司位置 在这个二楼的这个位置 还有登记另外一家叫做制瑶资讯 同地址有第二家公司 而这个制瑶资讯的负责人呢 正巧 也姓柯 叫柯富瑶 也是木可 这个柯富瑶的爸爸 是谁呢 刚好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的 妈妈是陈佩奇 太特别了 所以柯文哲的儿子所开的公司 跟这个木可公司在同一个地址 OK 这是第二个近 第三个近呢 这个木可公司的负责人叫李文娟 而李文娟的哥哥叫李文忠 而李文忠的高中同学刚好也姓木可 又是木可 叫做柯文哲 又是柯文哲 对对对 而这个李文忠呢 我跟大家讲 真的是麻吉 因为呢 他是柯文哲任内所任命的北捷公司的董事长 伟高权重了 而且任凭他再怎么样被批评 北捷再怎么亏损 位置就是不动如山 对 稳忠是稳 没错 真的很麻吉 所以你看这家公司跟柯文哲就是千丝万缕嘛 对 那千丝万缕的公司拿了4千万的这个款项 其中有几笔是吴贞刚讲的 嗯哼 这个明目不明的授权费 对 大家就在问啊 这授权到底是授权什么挖钩 照理来讲 你要公司要用柯P的肖像 应该是公司要付钱给柯P嘛 怎么会付柯P 付钱给公司 让他出自己的小物 这不是阿达玛恐鼓力才会有的东西吗 嗯 所以被质疑之后啊 民进民众党做了第一步的危机处理呢 是说 没有啦 这授权费搞错了 这叫做管理费 哦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小物 啊管理起来很困难 嗯 那所以这个很多小物 管理起来很困难怎么办呢 我们就委托这个木可公司 帮我们做仓储 帮我们做客服 所以那是管理费啦 授权费算是写错了 哦 我想说天哪 我每个月在缴大楼那个管理费 难道我应该去楼下 跟我们总干净说 不好意思 以后我每个月的缴授权费 对 这这这 智商 有157会搞错这个 你看 这个就是你跟柯P格局的差距 差太多了 你的管大楼管理费 一个月缴个三四千算多了 人家是缴1300万 哎对 没错 而且不知道管什么 因为接下来马上签出第二颗粽子 就是这个木可公关 拿了这么多的名为授权费 但凹成管理费的钱之后 被有心人士挖出 就是很有心的 丝叉猫挖出来 实际上在负责 他们整个竞选期间的竞选小物的 克服的 是另外一家公司 啊 又是另外一家 对对对对 另外一家公司 而这另外一家公司呢 有个叫 Do the right thing的粉砖 在这Do the right thing的粉砖上面呢 竟然 竟然 他说 柯文哲 还我钱 这家公司 在他的脸书上面说 他帮柯文哲制作了一堆小物 本来讲好是要去卖 结果后来柯文哲没有跟他签约 害他背了一屁股债 最后这些小物必须清仓大拍卖 来让他能够 来让他能够支应这个货款 然后就一直跟柯主席反映说 没拿到钱 没拿到钱 结果呢 还真没拿到钱 我真的只想问一句啊 可以这样编剧的哦 大家一起问 可以这样编剧的哦 这个剧情说真的 你要说 它是真实发生 在数学上面 是有可能嘛 反正 也可能一群笨蛋在那边瞎搞 可问题是 问题来了 这中间有太多矛盾 刚才亮君已经为大家介绍了 会计学的基本常识 为什么这个我们知道 不好意思 我读法律系的时候 我还有去修会计学假 去修经济系的课 出纳财务跟签证 这三个一定要分开 一定要分开 出纳财务跟签证 这三个一定要分开 不然就会求援兼裁判 不然就会被掏空 可是今天 柯文哲 黄珊珊跟李文中开的记者会 他们竟然告诉全国的民众说 他们把所有记账全部外包给端木正 意思就是说 记账也是端木正记 检查也是端木正检查 签证就是检查的意思 黏贴平正也是他在黏 那请问你不是智商157吗 你不是财政纪律吗 你不是国家治理吗 黄珊珊不是当过议员 又当过副市长吗 李文中不是当过北杰董事长吗 结果你们竟然连大一的会计系学生 都知道的 记账跟签证 不是同一个会计师 你们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我很难买单 因为你在讲这故事的时候 你就是在讲 柯文哲是一个120%的昏君 笨蛋 竟然这样子侮辱柯P啦 对不对 第二个 刚才亮君已经秀账本了 这个账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监察院会在每一张传票上面 他会写说 请检查支付凭证是否完备下列事项 一买售人 交易日期品名 数量单价金额 公司商号电章以总价 而且金额数字跟国资大写必须相符 这个是每一张支出传票都有写的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今天黄珊珊说 没有人做假发票 那我就请问 你给时乐 还有尼奥的这个不存在的支出 你是怎么登到监察院系统 你要登进监察院系统 你一定要有这个付发票的传票啊 你如果没有扫描这个的话 监察院不会让你上传啊 那你是怎么把这一笔登进去的 你一定有一张发票嘛 那 这张发票哪里来的 你说没有做假 所以发票是真的咯 既然是真的话 那钱去哪里 为什么人家没有收到钱 如果人家没有收到钱 那张发票都不会是真的啊 所以就有人做假发票啊 那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个故事是 你把所有的单剧 全部都给这个端木会计师了 然后端木会计师呢 把17张丢到垃圾桶 不用 然后自己去做3张假发票 来帮你填这个洞 你这个剧情啊 就像是九品芝麻馆里面啊 一斤披霜 掺在糖水里面 那看到常威在打来福 掺进去之后啊 活得连猪头都不吃啊 就是这个故事嘛 你告诉我一个会计师 不管他是好的 还是坏的会计师 他会把他自己 所有的执照 给你赌上去哦 你一个月给他7万 他就愿意为了你 不只撤照还要去蹲 因为这违反了刑法 未照斯文书 也违反商业会计法 这 这个哪一个智商正常的人 会相信这个故事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最后一点 我无法相信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政治现金不是都要 对到每一块钱都起吗 就是账要便宜 就你百分之百要准 刚刚吴振已经点出来了啦 今天我们抓出来 灌水的是灌916万对不对 被观众抓出来的 916万 然后今天他们找出17张单据说 没有啦 其实我们还有花1800万 都没报呢 哦 我们科文做得很欠的呢 1700万都没报呢 好 那我就问你 你是怎么把账作评的 你有1800万都没报 然后会计师帮你发明 三张900万的假发票 你账还是不平啊 还是你在告诉我们 其实还有900万的假发票 只是四叉帽还没发现 Grace还没发现 你 这个 怎么可能 康乃尔法学博士 会去相信这种品质的故事 因为康乃尔法学博士 是属于火眼金睛 对不对 不管是遇到诈骗集团 还是遇到了什么 拿500万退500万 总共只有零元 他都说这个一定要把 压起来立刻判到有罪 但是这个 1800万 没报 发明900万的假发票 仗可以平 这个故事怎么有人会相信 可以这样编剧的吗 如果说你还愿意相信 我只能说 我佩服 我佩服 世界上有三股最强大的力量 第一 第一是爱情 第二是政治 第三就是宗教 这三件事都会让人相信不可能的事 那你是哪一种 你可能自己要思考看看 今天 在柯文哲的记者会上 他指指两个人是 一个叫 一个是笨蛋 一个是坏蛋 对不对 李文中是笨蛋嘛 他说 这所有的资料 都是我亲自签的 但是我要很负责任的说 我完全不知道 这就是笨蛋 OK 那这个笨蛋跟他什么关系呢 不只是他的高中同学 他的妈吉 而且他是柯文哲所指派的 北捷公司董事长 对 在担任北捷公司董事长任内 北捷亏损不断 这就是柯文哲的用人 用了一个他的笨蛋妈吉 来做北捷公司董事长 第二 他们说有个坏蛋 叫端木正 对不对 对 说都是他造成的问题 好 这个坏蛋端木正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 所推荐代表台北市担任 上市金控 富邦金控的 独董 的代表 这个是要负责来监督 整个富邦金控的账 而且独董是要代表广大的股东 进去独立的来审核 而且年薪高达数百万的薪酬 结果柯文哲 你任命的独董 竟然是一个坏蛋 做假账的独董 这就是柯文哲的世人之名 只能比一个倒战 对不对 如果按照他讲的故事 假设都是真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还真的是 无知到了几点 对不对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在去年蓝白河的时候 六点协议 没错 柯文哲说六点协议 为什么他要签 因为我想要合作 有一些监督的单位 像个NCC 金管会 还有财政部 主纪总处 我想到时候我们都要来掌握 各位 如果柯文哲当时真的是副总统选上 真的分到这个单位了 他搞不好呢 他的财政部长 会是李文忠 他的主纪总处长 他要推荐这个端木正 不得了了 一个笨的一个坏的 然后呢 再给他用金管会来管银行 就是这个 我要来帮台湾赚钱 这个五星银 再加上NCC 大家都不要爆这件事情 你想想看 这是在平行的宇宙线当中 是不是毛骨悚然 因为很多人觉得 柯文哲 我们是叫做国家治理 我们是精英 我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把国家还给你 柯文哲的治理有一套 如今完全破功了 对 连自己的账本都是假的 民调都是假的 你还要治国 所以我跟你讲啦 今天柯文哲的这个slogan 新的我想好了 帮他想好了 他可以把他的 把国家还给你 下次改成 把单据还给你 把发票还给你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然后最后最后 我是觉得今晚他跟国昌的直播 还减几味 他没有在直播当中任命 这个召集黄国昌说 组成 调查小组 没错 要把单据还给你 错 假 账 人头公司 调查委员会 因为人头公司的部分 我们今天真的还没时间讲到 后面超多事情 就让国昌老师来展现 他是如何的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一笔一笔算的干干净净 他是来扫荡的 把所有假的单据都扫荡掉 证明 他是真心诚意的 谢谢主席 这个真是对主席最好的报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